男子田间突发意外 刀片瞬间插入身体 数百斤重的悬梗机 难以切割的刀片 疼痛 忍耐 配合 八小时接力营救 男子能否奇迹生还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危机时刻 这一幕发生在 四川省德亚市人民医院 画面中的男子叫廖祖贵 此时他的大腿和腹部 被两根金属叶片插入 鲜血从伤口处不断流出 在场医生和消防员 正紧急商量着对策 事情的发生还要追溯到 五个小时前 2018年2月15日的下午2点左右 家住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 古殿乡的廖祖贵 带着悬梗机出门 准备给自家的田地翻土 一会儿的功夫 悬梗机前端的叶片上 就缠满了杂草 机器停止了旋转 见此情况 廖祖贵急忙上线清理 却不小心触碰到了悬梗机的叶片 锋利的叶片忽然开始转动 廖祖贵来不及躲闪 悬梗机的叶片 硬生生地扎进了他的身体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吉凤镇卫生院的医生 接到了求救电话 一个小时后 卫生院的医生赶到了事发现场 卫生院的医生们到达现场后 发现廖祖贵的受伤情况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两根连接在一起的刀片 直接贯穿了廖祖贵的身体 并且死死卡住 只要身体稍微移动 刀片就会移动产生剧烈疼痛 甚至会差得更深 因为当时没办法 如果你是想能任性转 是不可能的 其实不可能 因为那个物体很大 那是几百斤 还有别人也是承受不了那种被动体位 我们是模仿把它取出来的 想能消防 消防可能有些办法 然后我就让家属给消防打电话 德阳市中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往现场 就在临近古殿乡的时候 印象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由于事发地点是在乡间的田地里 只有小路连接 消防车根本没有办法进去 消防员们只好跳下车 抬着设备往事发地跑 它将近有一公里左右吧 运气非常好 旁边来了一个灭包车 给村民解药的索罗汉我们来的目的 也就需要灭包车打在我们一层的时候 它有非常多一点就是说 帮我们送了过去 所以说对了我们的9月时间 两个小时的等待 对于受伤的廖祖贵 和守着他的医护人员来说 每一分钟都是在煎熬 下午5点左右 消防员赶到了现场 索性 伤者廖祖贵 在卫生院医生们的照顾下 生命体征还算平稳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消防队员们根据现场形势 和医生们一起分析 如何进行施救 如果是把插进腹部的哪根鸡片 直接取出来的话 既有可能造成大出血 加上医疗设施这些 可能有大不大的要求 有可能会因为视觉过多而是吧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就是说 对他身体周围的鸡片 这些进行切除 让他能够到医院切以后 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之后 再进行这个取除 有出血量比较少 经常的这个领部 它这个腹部 它应该没伤入骨头 为了防止切割带来的震动 使伤者疼痛加重 或者造成二次损伤 最有经验的 也是技术最好的消防员 开始细心地操作着机器 我们一方面对他进行塑导 另一方面也告诉他 我们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就是给他一定的心理安慰 让他晓得 我马上就要背球了 20分钟后 消防员拒断了 插在料组柜身体上的最后一根柱子 在场人员小心翼翼地 将料组柜抬上救护车 准备将他送往 德阳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晚上7点 受伤已经5个小时的 料组柜抵达了 德阳市人民医院 病情比较危急 病人的话症状比较重 比较明显 它紧急的原因是 患者处于一个被动体位 没法做检查 因为有一个机械叶片 是直接穿进了 化妊的腹部 关于这个叶片 在腹部里面的情况 我们根本不了解 此时街道请节的 德阳市消防支队 也派出增援力量 来到地院 现场人员一致认为 当务之急 是要先把料组柜 身体内的两根刀片取出 然而 由于刀片在身体里的 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如果直接取出 伤者机忧可能发生意外 最好不去肚子 大家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在 进一步加重叶片 对患者再次损伤的前提下 将这个叶片能取出来 这个是当务之急 医生们决定 将料组柜转移到手术室 在麻醉的状态下 进行刀片分离和取出 料组柜身体里的 这两根刀片 从结构上来说 是连在一起的 只要断开取出其中的一根 另一根也能够马上取出 医生告诉消防员 要先切割伤者 大腿上的刀片 但是现场却出现了 意料之外的难题 捡切剑根部去捡的时候 插不进去 导致那刀片在捡切剑的中间 造成我们的捡切剑 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消防队员们马上改用了魔攻击 医生们则在一旁 用双氧水来进行消毒和降温 十多分钟后 大腿上的刀片被成功取出 随后 医生们嘱托消防员 要注意腹部刀片取出的角度和力度 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在医生们的指导下 腹部的刀片也被顺利取出 所幸 廖组会没有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当时取出来的时候 看到那刀片只是穿过肌肉和表皮 我给大家就说 轻易就落下了 感觉到取得比较安全 二 七 来点 其他清朗 其他清朗 两根刀片被取出后 医生开始手术 探查血管和腹内脏器受伤的情况 腸管没有破裂 然后我就给他这个地方做了清创 清理了伤口就结束了 没有明显的一个内脏的 脏器器官的一个损伤 和血管的损伤 他的生命体征都基本平稳了 当时我们大家都已经松来可去 手术之后 廖组柜的身体情况还算不错 他们一家人 对当时参与救援的所有人员 表达了感激之情 一直感谢这些 这个消防关闭 还包括我们哪里的设计 平安365提醒您 作业中如果遇到旋轰机 因故停车时 要先关闭电源 确保机器不再转动 再进行操作 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施工踏坊 花家老人被困深坑 低温 湿冷 空间狭小 救援屡次陷入僵局 我们就采用小型的工具 挖出一个缺口 然后再用手 将那个被困难逃 困难重重 他们如何才能让老人成功脱困 平安365 危机时刻 继续播出 2018年11月26日 14时59分 湖北省孝感市交房支队 映城中队接到报警称 杨岭镇两管所旁边 一施工现场踏坊 有一人被困 急需救援 根据报警的说明 现场十分的危险 所以这可能会发生二次踏坊 被困人员下半分 陷入泥土之中 无法动弹 到场后 现场指护员发现 被困人员是一名六群老人 在坑道最低洼处被困 其左边大腿 被图坊里面的管道 死死养来挤压 据了解 这名被困者是杨岭镇两管所旁 工地的施工工人 这名工人在正常进行 地下排污水管道安装后 发现管道位置有些偏移 为了重新安装 工人再次靠近管道 却不是踩空 老人的状态十分不好 脚还被下面的管道所卡住 当时什么情况 当时就是 我们的管道已经安装 安装 管道是白云和白云 就是人家的体肯夸起来 快就够不赢了 你们这是要干嘛用 下什么东西吗 就是啊 管道是 你不要往那边那边吵 把那边吐掉下来 此时距离老人被困 已经超过半个小时 由于正值冬季 泥土湿了 被困者的身体状况 并不乐观 更糟糕的是 周围土方形状似漏道 深度约6米 土方两面 不时有土块往下坠过 加上土方上围 还有群众围观 救援人员不仅要破拆管道 而且要避免随时有 发生二次坍塌的危险 我们根据信号的情况 立即施施警戒 疏散周边的群众 防止这个泥土滚落 都让我往两边走啊 都往后退 利用信场的挖热机的漏斗 和信场的木桩 对两侧的泥土 进行了加固防护 防止发生二次坍塌 造成人员伤亡 由于空间狭小 消防员尝试 先利用大型破拆工具 拓展作业面后再救人 但因为被困者 挡住了大半的背卡缺口 大型破拆工具 没有作业空间 消防员透过缺口缝隙发现 闻口里面早已被土石封住 破拆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既然大型的工具不行 我们就采用小型的工具 挖出一个缺口 然后再用手 将那个被困住 你管你管薄薄 你管薄薄两个子都穿了 那我帮你 我帮你剪刀 我帮你剪刀 由于天气寒冷 沟局内还有水 老人显然有些制成不住了 剪刀 要刀子 要刀子 刀子 刀子 这个材质刀子 材质刀子 还给我剪 剪下有这个轻的一剪子 当时破柴管子的时候 非常的艰难 加上我们能使用的工具 也十分有限 只有像剪子铲子 这样的小破柴工具 同时也需要我们 很有耐心地去破柴 再加上老人在旁边一直呻吟 导致我当时心里 是非常紧张和着急 你把这个板子 我的左鞋 你踩这个板子 一剪的话 是不可能 我的腿就送给人 你踩这下这里 知道你这样踩下去 别慌 为了避免给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消防员破柴管子时 十分小心 双手撑在两侧 将距离伤者较远的管子 用脚踩碎 打开一个管道绝口 在小铲子清理了 部分管道内的土石后 老人还是无法脱困 所以消防员决定 直接用双手 来清理剩余的管道壁和土石 往背下部位继续靠近 大约五分钟后 老人身后的管子 基本被拆除了 有那个两号子 会把他钳到他 把他钳到他 他就怕伤得脚小 他挖着管子 买了以后 不知道脚在哪里 当时心里面就想着 一次挖一次挖 一定要把老人的腿给挖出来 来 来 你把他放这幅圈 来 来 给我们 我们拿人帮的下 拿划子 拿划子 所以他跟他看药 对这个都不行 我要把他的椅圈给挖住 是的 你使用于 来 来 放他摸 还差几段 拿拿起来 原来老人的左腿 竟然还被另一节管道卡住 而且背下部位内部 可能还有延伸的管道 消防救援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救援的难度剧增 当发现还有几节管子 需要我去破拆的时候 我就立即拿破拆工具 进去破拆 由于破拆第一节管子 就花费了约五分钟的时间 而后面的管子操作空间 更加狭小 破拆难度更大 此时老人已经很虚弱了 第二节管道 将被困者的脚踝压在下面 由于管道只成弧形 紧贴被困者脚踝处 再加上被困者的身体 遮挡的救援空间 消防员的施救面积 也就只能容纳 一个人身体侧面的宽度 为了方便观察和作业 消防员跑土时候 是用整个身体在上 头部朝下进行作业的 以避免挖偏 土坏终于松动了 当时特别兴奋 我们也可以慢慢地 把老人的腿给拔出来 来来来 帮忙帮忙 走 我要回药 我要回药 来 把椅子抓 我在这里把它吐出 来 行李绷着了那根弦 终于在老人被救出了 瞬间松了下来 虽然救援的过程中 很艰难 但好在一切的努力 都没有白质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紧张施救 被困老人被成功救出 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在将老人送到医院后 消防员了解到 老人是因为家里比较贫困 想要补贴家用 才外出打工的 事发两个月后 记者联系到了 当时的被困者 我在工地干的干活 工头叫我下开下管子 我把管子刚好下好 一哈划放下来 把我勤补 我已经开了 我之后来找不到人死 一卡一卡 结起来 他那是那个呼吸 搓穿了 就打你把这 人家大二个去的死 有两个多月 那有两个多月的 他这一伤那个干板 他就怕这个伤口感染了 就还成功尽弃 平安365提醒您 建筑工地施工时 施工方一定要保障 工人人身安全 在土方施工区域 加设支撑柱 并随时检查 可能坍塌的施工点 在危险点铺设安全板 使工人可以脚踩安全板作业 并且工人在进行施工操作时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 2018年11月22日 广西新州市金南区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消防员到场后看到 事故三轮车侧翻在地上 三轮车护栏的螺丝 插进了一名女子的头部 女子表情十分痛苦 消防员在安抚被困女子的同时 对三轮车驾驶室进行破拆 15分钟后 三轮车驾驶室破拆成功 女子虽然获救 但是插入女子头部的螺丝 无法取出 该女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据现场目击者称 事发时三轮车车速过快 撞上了在前方行驶的电动车 导致三轮车侧翻 平安365提示 驾驶电动车三轮车等 安全系数较低的交通工具时 要离让行驶 切莫车速过快 以免发生交通事故